白晶 看看白晶撤步 两分 头短了 跟进 狼白友拿下 袁蒙队拿下净分大战第一场胜利 他们将留在场上继续比赛 而另外一边 颜色护卫队拿到14分 他们将下场休息 现在将要赢上的是 竹芳宇战队的球员 球队 你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 球队 他們打的比咱們去著 他們打得比咱們去著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人還在野和CVX 那么接下来的对阵关系将会是 陈哥这边你们要向下一个 分数的节点40分发起冲击 如果接下来可以拿到40分的话 直接进入决赛轮 欧豪和我们朱芳宇教练这边 接下来要冲击20分 如果你们率先拿到20分的话 你们继续留在场上抢40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欧可莫方队 和袁梦队的球员上场热身 其实看阵容他那队球队真的是很强的 包括赛前我也跟就是陈哥也说了 陈哥真的看到了你们就是第一场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你们球队真的非常强 可你也问我 你有几分信心 他有6分 其实我说我也就四成的这个信心 觉得也能赢下来 请两队做好比赛准备 上一场20分获胜的袁梦队 以20分为7几分 打到40分获胜 欧豪梦队只要以0分为出十分 打到20分获胜 加油 比赛开始 净分大战第二场 由袁梦队来对阵 OK 莫方队 一上来伸钻 黄色挂篮球 一台袁梦队 率先拿到进攻球拳 躺在第一场净分大战当中 战胜野兽护卫队 这些球没拿好 现在面对两人的包夹 宇伦把球吹掉 转弯过来之后 OK 莫方队第一次进攻 江淮 好帽 又是CJ给出关键防守 孙海琪 扣王命中 漂亮 花石巨杀 孙海琪 扣蓝为袁梦队 率先拿分 比0 看看快速给到前掌 温家龙 菲利浦 江淮 米兰 戈兰这是OK 莫方的首发阵容 基地给到戈兰 我能用 看看米兰自己来突 好球 对抗之下 孙海琴把球断掉 孙海琴有东有防 表现不错 白晶自己冲击 造成犯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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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 失败的球 回来 回来 反处 白晶站上罚球线 白晶第一盘命中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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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晶两罚全中 这和上一场进门大战 面对野兽护卫队来说一样 白晶用罚球来打开自己得分的感觉 菲利浦 基地给到米兰 菲利浦这一下停顿之后 基亭的出手 裁判铭上 犯规 罚球三罚 这次圆梦队防得非常地积极 但是这个犯规 也是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方有三次罚球的机会 卡一下 好 菲利浦第一罚命中 好球 好 某方也开始拿到分数 4比1 第二罚没有命中 掌声也鼓励一下菲利浦 菲利浦身高192公分 体重88公斤 三罚两中 4比2 白晶 在这一场来打控球后卫 不断地做一对一的对抗 变相之后走右手 上篮为重 CJ把篮板拿回来 但是刚才有没有碰狂好像 米兰把球断档 给到前场 温佳龙 这次表演出 这次温佳龙自己倒地拼命追防 也是送上一只大帽 江淮才给到高兰 好 好 好 哥兰三分投中 好 好 延续来回的两个紧张的回合 OK 某方队以三分终结 对 哥兰有老二 4比5 CJ CJ 打了对方一个时间差 让对方在篮下 迟到一个犯规 进攻太乱了 不要让他一直吓打 打点站住 123都可以 123很简单 要不就扭脚 谁要不就扭脚 江淮得到两次罚球机会 提防命中 江淮身高188公分 体重85公斤 全胜四肢控球后卫 第二把不中 但是有米兰 米兰拿到篮板球 这个进攻篮板至关重要 米兰自己来出手 3分5 米兰分队 米兰能里能外 要出手 绝不手软 米兰姐姐能赢的 4比9 要记住 在圆梦队这边 他们的目标分数 是40分 而另外 OK母方 目标分数是20分 看看CJ 这次面对江淮 利用掩护绕过来 再给中间 传球失误 传球 传球 太乱了 没人打战数根本 全自己打 米兰 米兰需要拿出 上一场的感觉 米兰 米兰 在 OK母方队这边 抢招有三位 国际球员赛场 菲利浦 现在这次 进攻犯规 换人 换人 场边申请换人 白金 打三 然后打三 江淮换一下休息 我们的小丁超 丁超巨上场 还是给白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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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快 在湖顶的交叉 杨震 这次给反切 好 漂亮 杨震传给白金 白金 漂亮的切入 两分拿下 漂亮 一打三分就有 他不打 来自街头的连线 等一下那个丁超不行的话 你要上去 你上去 然后呢就是 你要把速度带起来 行 6比9 行 行 飞虎这边 在场上打一号位 指挥自己的队友 利用张晨宇掩护给到米兰 米兰有投中个三分 这次突进来再给张晨宇 机会 三分没有把握住 丁超漂亮 点出来进攻的第二次机会 拉马 丁超在场上最小个子 但是这次判断的 狼板落点非常不错 米兰再获机会 看看格兰在左侧 偷骗了 又是米兰 但是张晨宇盖帽盖到 盐帽盖到 袁梦队在场上还是非常专注 白晋 这次突破 造成犯规 前场球 帮到第一次 第一次 当没有了时间的限制 比赛就变得异常的激烈 白晋 看看 突进来 找张晨宇 张晨宇有点犹豫 白晋在右侧 进攻篮板 苏爱卿再招杨震 加油 篮下 防守犯规 别喘 打他 打他 小哥还不打他 换人 听说 换人 曹芳登场 流血了 我没流血 他身上没有 我身上没有 我身上没有 有血 手指 怎么血 我去 全是血 你看 你打 你打 打外线 下来吧 下来吧 换人 白晋十一名 能投篮 能突破的选手 那作为我来说 我肯定不想 不希望他在场上 所以其实我当时 看他流血的时候 他还在场上打球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 关心他受伤 让他下去处理 对 我就是想让他下一歇会儿 不想让他在场上 对方团队犯规 累计犯满 所以被侵犯的一方 执行罚球 第一罚命中 7比9 篮板 两罚全中 宋爱卿为 袁梦队得到2分 8比9 两队在单截刺上 只有一分差距 斐梦队的跟进 3 3 斐梦队的 斐梦队 3 3 投了4个三分球 2 1 8比1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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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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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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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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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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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比15 好 某方队 现在15分的分数就只差5分 拿到胜利 CJ 回答了 CJ CJ 是不 哇 这么有反复 发扰 14比15 两边进入关键 CJ 白热花阶段 看看减速 给张晨宇篮下 反蓝蓝色 底下被影响掉 被盖掉 看看CJ 上了 控制住 他们有机会 袁孟队现在有机会去 反抄比分 背身这一下 在绕眼雾 CJ继续想投 被 这一脚 大脚开出界外 暂停 华尔伦战队这边 袁孟队请求暂停 咋这么防御的 现在米兰 他是在那个外面拿球 拿完球以后你上贴近点 他现在拿得挺准 贴近点以后 你在底下补他 他突破进来给你 你俩都内换内 好 我的 你找那个什么 什么 我了我了我了 给你那个小时间 行行行 有问题 这防守是这样 进攻的时候我们打一个载子 还打三 还白晶 咱们上去别喊 上去谁也别喊 让他们都不知道打什么 这个 CJ在这 CJ传这球 CJ传白晶 然后 李永全 你先拿 你拿球 守地手给CJ CJ过来以后 接守地手 然后白晶你拉 刚才还是有点低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没有反跑 不传 别失误 回来 给白晶 然后咱把空间拉开 挡猜 一个人打 把所有的空间拉开 让他没法协防 明白吗 如果是CJ CJ打挡猜 我们的防守 上去加的 那么我们的防守在这里 要协防过来 进攻 2 Goran here Bass 我们做2 Goran 然后 4号 3号 1号 船过来的时候 过来掩护 在脚上 你们一定要拉开 这个 拉开的空间 拉开空间 我们做好这个掩护 好看 这里 这个机会看一下 等一会 别急 这里没有了 再走 这里上来 然后再打开 好不好 待会我再说一遍 米兰 格兰 菲利浦 他啥能偷篮 他啥能偷篮 他啥能偷三分 接近一点 好 注意 玩家 来 1 2 加油 加油 15 暂停时间到 两队请回到场上 继续比赛 14比15 如果元梦队能拿下这一场 可以率先进入决赛 但是 欧队梦队会不会让他们得逞呢 元梦队距离获胜还差6分 而欧队梦队还差5分 继续干比赛 这招手提手 李洪权 14号 手提手交给CJ CJ 两场打的表现都不错 这个传球有点短了 我都说别失误 没有就别传了 15 好防 欧队梦队现在进攻机会 他们的目标是拿到20分 他们现在 加9了 得分是15分 还是和上一个回合一样的进攻战术 这下格兰拿球之后再绕米兰 来回两次的掩护 三分助手 欧队梦队 格兰让三分如雨般落下 三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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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坏人呢 放了 现在14比18 好 孟邦队 还差2分 赛点去拿到比赛 CJ推着操方往里走 放 玩 比赛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比赛 换人 换人啊 刘老大 李洪全呗 还能换谁 刚说完换人换人的 我跟你说了吗 挡猜换人 你往后说什么 为什么要往后说 大哥 PJ 我刚说米兰 格兰 菲利普不给三分 你光一个走下线 光一个三分 你得分 打什么球 所有都是错的 CJ 战略杖罚球线 两个球 CJ 第一阀命中 现在15比18 两阀全中 16比18 好 播放 现在18分的得分 他们只需要2分 就能收掉这场比赛 这下先犯规 我可以固定 我可以固定 这场球 对于军事圆梦队来说 他们要防住对方的每一次 运动战略得分 才不会被一击毙命 防住了 白晶 关键防守表现 继续追赶 36比18 36比18 曹芳把球给抢回来 没人了 这球吹的是围体的犯规 所以曹芳两阀 曹芳太可爱了 曹芳 围体了吗 自己就得再抢回来 不是 我去剑头球抓球的 没有人 没有人了 我去抓球的裁判 我去抓球了 曹芳要被揉球了 哎 哎 不是 没人了 他没控制球权 我们俩都在冲 这是新规则的 这一次 他有可能控制球 OK 两次发球 没事 曹芳两阀 权重的话 那么OK木方队 将要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方阀球就是挺准的 但是可能 会受一些外界因素影响 现在命运 掌握在曹芳的手上 还个军斗杀 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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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第一发发住 十六比十九 不敢看 你鞋带开 凯芳 鞋带 一次 好 莫芳 现在离胜利还差一分 没有发住 比赛继续进行 但是不要忘了 为敌犯规的惩罚 承罚 承罚 在罚球的一方 还有一次球权 他们将再进行十四秒的进攻 能在这个运动战的回合结束比赛吗 米兰拿球 看看米兰 往前带一步 菲利普这边被CJ限制住拿球 菲利普进来 抛一个 看看篮板球 曹芳拿到 两秒出手 米兆 曹芳收到比赛 这一个曹芳 是就像在街头打球一样 收下关键一球 因为打篮球的人都听说过一句话 说中投是神的武器 因为现在很多的外眼拳 把精力全放在三分 突破快攻上 很多人都忽略了中投 所以我觉得中投 是非常非常 在关键时刻要命的 奥芳莫芳队收下这场比赛胜利 最后的东西 就是说了没了 好心 没了没了 好想 真是 笑了笑了笑了 谢谢我了 现在好一点 没人怪你 你要如果咱们输了 你再怪你自己 好吗 一样的灌篮乐趣 快来体验吧 好的 那现在我们的第二场 竞分大赛 恭喜欧可莫芳率先拿下20分 接下来你们继续冲击40分 将会从21分的这个起点开始 冲击40分 而接下来的对阵关系是 欧可莫芳要继续打的是 马布里教练和侯明昊经理人的 野兽护卫队 而你们的起始分是14分 你们要从14分开始 打下一个节点40分 我们也来问一下马布里教练 和侯明昊经理人 因为接下来的抢40 要从一个劣势的起始分开始 你们要从14分开始 我们要重复 我们要重复打球 我们不能重复打球 我们要重复打球 我相信我的球员们 我们一定可以逆风翻盘 我们现在请野兽护卫队 做欧可莫芳的球员 接下来的净分大赛 剑现场交给MCE 如果说我们先到40分 他们又得PK一下 因为我们是21分 所以就只需要得19分 在得着19分的过程 我们还领先7分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所以说第二场差距比较大 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他们可以调整过来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力不是这样的 对 就他们只要可以醒过来 努力地拼抢篮板球 每个人再集中一些 我觉得应该可以拿下这场比赛 不要那么自私 有机会传球 篮板球抢下来 不要把球随随便便的就失误 要比他们打得更强硬 记着 人们会在电视上看 一起吧 一 二 三 一起吧 一起聊一 二 三 一起聊一 二 三 好 请两队准备 第三场进一分大战 野兽护卫队对OK末方队 开启比分 野兽护卫队14分 OK末方队21分 两边胜利分数都是40分 准备 比赛开始 看看两队谁先能拿到决赛轮 比赛资格 哪一边先能进决赛 上上身穿蓝色球衣的 是野兽护卫队 上野货 掌上 五位 马勇 凯勒 江淮 再先来看这次进攻 篮下 五位 大约 大约 马勇 在篮下 第一次进攻 打中两分 十六 比二十一 OK末方队这边 菲利普 米兰 戈兰 李耀强 以及曹芳 这是他们在这场的首发阵容 菲利普来回的绕衣掩护之后 找到三分机会 谭记 菲利普三分命中 距离四十分目标 还有十六分差距 菲利普现在挺准的 这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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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两场 这样的三分入球 可以说OK末方队 在投篮的运气方面也不错 但是江淮 江淮 二 三 三 江淮同样三分命中 环一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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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比二十四 虽然带着比分差距进入这一场 但是迅速地进入状态 欧可莫方队 还有五分的领先优势 格兰 看看观察 十秒进攻时间之内 超越三分 没有 篮板球 进攻篮板这边 曹芳再拔一个 米兰收下篮板 盖帽 来自 洞明亮 江淮看看转换 太棒了 江淮 飞身上篮命中 江淮为野兽会队连拿五分 比赛刚开始 江淮连的五分 我觉得给球队带了 世纪带了很大的提升 因为开局真的特别重要 5分 人呐 上去 21比24 OK 末邦队的优势 现在只剩下三分了 要把比分差距去抹平 也是马布利战队现在要做的 我这选择 菲利浦连续两场出任球队的一号位 来来来来来 温加龙 犯规 犯规 白的 蓝的 23号犯规 米兰球被开乐打落 菲利普迅速前到 菲利普 好球 非常聪明的传球 菲利普突破之后 传到身后 助攻队友 两分打进 超人 现在比分 26比21 欧根莫方队 还有5分的领先优势 成功 江淮把球传给 通过掩护上来接球的马勇 马勇再利用掩护 走中路 背转身 篮下又是马勇 马勇在这场的开场 先有两分的进仗 这一次造成反规 底线球 球发出 江淮 刚刚撤步之后 给到内线队友斗鸣亮突破 抛头位中 凯拉尔 太好了 米兰 篮板怪兽 给到戈篮推进 米兰 有远距离的投篮能力 但是这一次还是稳一点 转移 温佳龙 温佳龙这个球没有投进 但是有进攻篮板 在篮板方面 OK 末方队的所有队员 整个的专注力非常高 28比23 江淮横下的团球 杜明亮再给回到江淮 江淮突进来 再转到湖底 看看杜明亮 应对三 这一项盼作真球 带你抢了把换 换超人 根据球权交换原则 球权这下判给了 OK 末方队这边 牛角 抛 抛 曹芳 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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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米兰提倡掩护 戈兰再回到米兰的手上 米兰冲击篮光 抛头打中 打中 30比23 欧阔莫芳 还差10分就能拿下比赛了 盘盖篮下李耀强 江淮实应速的抓住进攻机会 快速把球传给李耀强 两分打进 冲击 冲击 野兽抛卫队 距离40分的目标 还有15分 放手 江淮这球上得也非常及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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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吧 不是 格兰 漂亮的 过来 扣篮未中 但又是米兰的篮板 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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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一 打手 发上次 这是一个犯规 现在比分30比25 出手 米兰第一防命中 第一次 31比25 记住两队的共同分数都是40分 第二队的共同分数 第二队的共同分数是32比25 欧格摩方还有7分的领先优势 而野兽护卫队从比赛的劣势开局 必须拿到更多的分数才行 持续的距离 而且现在呢 从开始的142121 同时起来的差距 好 好 阿博杜拉 虽然犯规 29号丁超的防守犯规 他拉我 没事 再来 防守 加油 阿博杜拉 刚才一度破均到三分差距 现在野兽护卫队要继续提高专注力追赶 阿博杜拉 绕掩护 看看 给到凯勒 冲击蓝光 左侧打满未中 往前 往前 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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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防犯规 好的 欧格摩方队依旧有7分的领先优势 你有脚 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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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超把球传给米兰 这次米兰的基地 丁超是完全忘了这次配合 要怎么打 野兽护卫队每一次机会都很难得 阿博杜拉突进来 再分 打进 利耀强顶着巨大的防守压力 帮助野兽护卫追回两分 现在追到五分差距 27比32 给他 给他 我给他 给他 放上去 放上去 不要打 逼他 简单 米兰在地上 操防走反方向 这下突进来之后 先吹到阿博杜拉的犯规 我在哪 别犯规 好 前档球 32比27 进攻的一方领先着5分 这下传球有点危险 好 尽好还能拿到 顶招吃球 看看出球犹豫了 既然浪费了两秒的时间 戈篮 突进来之后 自己来打背 李耀强直接盖下来 虽然第一次进攻被盖掉 但是有米兰在 快速的反应 拿到这个被盖掉的球 打进两分 盖上来 第一次防守成功 需要去专注第二次的防守 这次又吃亏了 34比27 欧格蒙方队 还差6分终结比赛 反归 定超 反归 野兽护卫队 阿博杜拉 二次号来发球 给到康康 走 展开 往右边踩走 看看这一次的执行力 阿博杜拉突破 转身进来 阿博杜拉这次个人进攻 拿到罚球 来吧 来吧 34比27 野兽护卫队还差13分 老板 小老板 阿博 阿博 你带了吗 你带了吗 你带了 你带了 第一罚为重 掌声也鼓励一下阿博杜拉 阿博 累了吗 我的 对于野兽护卫队整队来说 他们从开场比分落后 就要一直追赶 阿博杜拉突破 阿博杜拉突破 来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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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罚伐重 站住 站住 28比34 欧可慕方队还差6分 终结比赛 对于野兽护卫队来说 他们一定要像野兽一样 护卫自己的篮筐 因为对方 没打进一个进球 留给他们的机会 就会越来越少 契利普 大盘尾转移 好机会 张承宇 三分没有命中 篮下的篮板 康刚 抱屋住 阿博杜拉 这边前掌给很强的压力 丢球了 但是这次张承宇把球 还是甩倒对方的手上 康刚 停球 再转移 又是失误 又是失误 马布里战队这是怎么了 对于他们来说 野兽护卫队需要争取 赢得更多的分数 好 某方 这边 往里掉 米兰能拉到 格兰 米兰 两位三人篮球的队友 简单的一个眼神 简单的一个传球 就能得到分数 牛球 太牛了 真的 36比28 欧队莫风队 离进入决赛 还差四分 打开 董明亮 李耀强 右侧突入 抢起 造成下伤 两次 李耀强罚球 第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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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队重 36比29 我防前面 马勇 你回去 他们后边人多 你这往后走 一次 第二队没有命中 又是米兰的篮板球 这我防了 这我防了 我防了 36比29 这和这场开始一样 还是七分的差距 换 我给莫方队保持着场团的强度 保持着优势 转移到操方 好 点开 时间差 两分 打破 众人宇 篮板收到 还造成 篮队的犯规 放开 他们都是篮板怪 第五次是马前上球 好球 这是刚第五次的团队犯规 所以前场球 36比29 格兰接球 直接 踢 三分没有命中 又是米兰的篮板 太棒了 要是篮板怪兽米兰 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篮板球 抱有打不进的 我来帮你完成 篮板王 每一次都是他拿 前场篮板后场 全部都是他 篮板怪兽米兰 这球打进之后 38比29 而且米兰还有加法 快兽一次 米兰个人拿到了 在这一分大家当中 个人十六分十三个篮板的成绩 加法没有命中 野兽国卫队 看看他们的追赶 看看他们的执着 胡岳卓 马尤 马尤 突进来之后 再分球 再来 阿强 看看突底线 这下篮板又捡到 野兽国卫队运气不错 马尤 关键球 三分 这球的进球方式 非常不可思议 马尤打板命中 比分32比38 暂停 时间到暂停 我们就差两分 如果传到球 或者怎么样的话 突破 做犯规 我们就差两分 他不可能打过猪王宇 为什么不能打过 因为他从14分开始打 反应了 先反应了 1 2 3 1 2 3 来吧 现在 欧可木方队 只有防得住 不给对方机会 尽早打进40分 才能快速地结束比赛 对于野兽国卫队来说 需要不断进球提高命中率 为下一场累积优势 同样 不能放弃40分目标 欧可木方38比32 他们是赛点 就要一个两分 每一个回合都是决胜回合 菲利普 谷叶卓 来防 看看菲利普进来 就决定自己打 这下犯规 吹到凯勒身上的犯规 这一次犯规 也让菲利普站上罚球线 而他 两次罚球如果都进 将把欧可莫方队 率先送入决赛 菲利普罚球 第一罚球落入狼王 39比32 关键一分 最后一分 第一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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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送 恭喜 OK 魔方队 率先进入到决赛轮 在竞分大战第一轮 胜出 飞肤 来回地绕掩护之后 找到三分机会 谭记 哥兰 米兰 两位三人篮球的队友 简单的一个眼神 简单的一个传球 就能得到分数 三分没有命中 又是米兰的篮板 篮板王 每一次都是他拿前场篮板后场 我认为我们能够控制 散步 非常好 所以 它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 比较容易 所以我认为 这是最主要的理由 赢 还有一场 看下来 还有一场 开始的时候 我们打得很好 可能最后 还是差了一点点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还是进步了 比第一场好 这也很重要 我们打得越来越好 一切都还来得及 从头开始慢慢来 我们现在跟下一组的分差不大 还有机会 他36分 我们32分 首先恭喜欧科末方 拿下40分 恭喜你们 拿下决赛轮的入场券 还是要特别为我们的 这个队员骄傲的 然后他们的执行力 也特别地强 以及每个人都很拼 然后我们的三位国际球员 他们的战术执行力 以及他们之间配合的默契 所以我们就是稍微地 占了一点点的优势吧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会儿的决赛 所以我们也特别地期待 另外两支球队一会儿的比赛 好 按照我们赛前向大家公布的赛制 从你们现有的得分的起始分开始 五分钟内 哪一队得分最高 哪一队就是我们的第二名 而另外一支队伍直接成为第三名 教练成为垫底教练 而且会有三位球员离队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队伍目前的得分 李晨和郭艾伦的原梦队 三十六分 侯明昊和马布里的起始分是三十二分 稍稍有一点劣势 但其实比刚刚这一局的开局 是有一个相对乐观的结果的 我们也来听听 马布里教练和经理人侯明昊 我们的状态是我们仍然有机会 当你有机会 那是最后你真的能要求 我认为我们的第一个两个游戏 我认为他们的状态 认为他们的状态 和我们的状态要进行进行进行 只剩下四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不算是一个劣势 加把劲吧 拿下下场比赛 我们请双方球员热身现场交给MCE 你打四号位 挡拆换人呼应好 从现在开始表现好一下 谢谢你 心里得给我气 把这个最后的五分钟打好 不管怎么地你也得挺着 加油 加油 别以为咱们赢四分 从零开始打 零比零现在 开始 千万别养着咱们赢球 零比零打好五分钟 一 二 准备 加油 加油 好 我们比赛两个游戏 有没有办法比赛三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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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两场之后 你应该知道下一场怎么打了 你仍然有机会 还有机会 好 来吧 来吧 加油 一起在三个游戏 一 二 三 一起 好 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五分钟的加时赛 郑哥 郑哥 我们来干了啊 弄死 圆梦队经过了短暂休息 同时也有领先四分的优势 而野兽护卫队烈势开局 连续打了两场比赛 消耗体力 这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圆梦队 圆梦队 野兽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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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现在开始没有分数的上限 把比赛的时间打完 哪边分数高哪边获胜 江华 快鱼闪电 迅速拿下两分 倒差防好了 迅速 防守 34比36 JJ迅速来到第一位 返蓝来上 这下没有打中 但是白晶 放反应 给到CJ 球 夹住 我们球 我们球 刚才他们球 来 注意找天员 园梦队 球权 海晶 周海晶给到CJ CJ这边绕过来 面对CJ 横向转移 白晶 遣一下 犯规 这下扑得真狠 没事吧 没事吧 现在两队都倾其所有 拼尽了全力 袁梦队继续获得进攻球权 站住 袁梦队36比34 领先的两分 白晶 左手突破之后 给到孙凯卿 孙凯卿中距离 投篮不中 后本 加油 红尔继续 红尔继续 野兽护卿队34比36 李鸿拳别上去倒菜 进攻回合 太热 发塞谁上去 向志超 左手突进来 给到凯拉 这下有被影响 第二次 第三次打中 两边36比36打平 加油 野兽护卿队全力追赶 袁梦队失去领先优势 换人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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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拉 凯拉之前在前面的两场 一直被对方的后卫针对 但这次在篮下拿出自己的威力 得到两分 白晶 小第一位 好的 好 先有防守队员的犯规 好 好 这个犯规用得太好了 防守队员的犯规 换人 李鸿拳 先有 换人 那个33号 OK 张志源上场换一下李鸿拳 我们刚布置完 凯拉 胖着防谁谁上去挡拆 为什么你要上去 胖着脚步最慢 他50范围 他不敢范围 你上去打什么拆 好 CJ 第一线来发 宋怀青 横向传球 找到张志源 张志源再递给CJ 31号CJ 让 再转 白晶 看看 三分尝试 这一下 可惜了 但是张志源有进攻篮板 转过来 犯规 好球 张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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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他罚不进 这次的坏人非常非常的关键 坏上来之后张志源 马上在篮下有一个进攻篮板 并且拿到罚球机会 第一盘没有命中 你看我说什么了 我这个罚不进 还有你刺呢 这个也够像 第二盘 一盘 第二盘命中 袁梦队再次取得领先 37比36 袁梦 加油 两队一分之差 野兽护卫队进攻 篮板拿到之后 快速地推到前场 江淮 再往外给 给到中间 凯莱一对一 没有打中 好板 好 好 准备 在连续的几个进攻为和 蓝队这边都要把球打到Killer 这个点来进攻 看看白金 联盟队 白金 右侧突入 漂亮 还有 好 好 还有 冷面刺客 白金 两分拿着 还有一次加法 39比36 白色 坏人已经完毕 白金 执行加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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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 加法命中 40比36 主力 加持赛时间已经过半 留给两边的时间 都不多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先防位置 先防位置 江淮 不 蓝队 在蓝队当中 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点 这下转过来之后 还是丢球了 好 CJ在后场坐在了地上 看来有点伤势 但这边 比赛没有办法暂停 但是CJ还是回来 看看队员在前场的进攻 白金 撤步 中距离 投短 江淮快速地上球 找到李耀强 看看跟进 江淮三分出手 5 李耀强关键篮板 再给江淮继续投 但是还是没中 看看篮板拼抢 又是李耀强 再给江淮 孙嘉丽 我的天啊 当你没有放弃的时候 命运总是会向你微笑 篮板球 篮板呢 篮板球抢了 顶人的 篮板 加一的机会 加防命中 40比40 两边再次打平 时间还剩1分38秒 走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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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对上江淮 CJ 扑得很深 再转移 张智元 给白金球没撑好 失误 这次会成为野兽国卫队 领先的机会吗 犯规 犯规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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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了 8号推 发6次 罚球两次 25号 马勇 罚球 罚球两次 好 搯 宍规 马勇 罚球两次 第一罚重 野兽舞卫队取得领先 41比40 快速 时间还剩一分半 第二阀掉入轮廓 暂停 两队在加持赛各有一个暂停 郭海伦战队请求暂停 42比40 凯乐防谁 谁去挡拆 然后有一个拉到脚上去 你不要上去了 你上去属于帮倒忙 明白吗 你把空间给他拉凯乐 打这个凯乐 一上去把空间枣那么小 谁也凸不了 敲巴拉也凸不了 加油 打开 我怎么 我哪有手感 我都没拿球 我哪来的手感 得分你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得有球 下半场我一摸球 感觉手没有指纹一样摸着那个球 我没有球我就防了手 如果大人在凯乐上开始 在凯乐上 出现 就直接走到一个快选择 好 咯咯咯 你会把他拉到 你会把他拉到 来来 你得到 你得到 来来 一起 一起 一二三 一起 还好 来 暂停时间到 队员上场继续比赛 我们的加持赛 还剩下一分二十秒的时间 袁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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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五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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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能不能力挽狂澜 帮助自己的球队 张志远提上了掩护 CJ在走右侧给到白鸡 冷面刺客 这个时候很关键 这一下被切掉 出界之后给到蓝队 白鸡这次攻得很坚决 但球没保护好 雅虎晚了 白鸡 雅虎晚了 雅虎晚了 早点去雅虎 走 现在轮到语言梦队 要紧盯住他们自己的防守了 提高转助力 而蓝队野兽护卫队 要扩大领先 江淮给到左侧 蓝色 不露 马勇 再拆进来 这下 宋爱卿把球防下来 CJ往前钩 看看挑战 凯拉 大领 守护了篮筐 野兽护卫队 凯拉像野兽一样 护卫住自己的篮筐 江淮 中距离 没有命中 篮板 上球 找到白鸡 看看白鸡 球没拿好 白鸡这是怎么了 白鸡这是怎么了 关键时刻 一对一的情况下 白鸡球没拿好 马布里教练请求暂停 马勇 马勇走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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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把球给就别住 如果不行 阿布图接个球 对 你离开 然后回来 球传出来 俩要夹她 这边马上上了这个点 他在脚接球 把她发球 如果说再脚接球 然后这边马上下这一点 这是一反二 第一下没夹成 我们马上放过去 二三 二三 42比40 球发出来 看看再犯规 别让他接球 让中方接球 还有8.1秒 球发出 犯规 给到右侧 看看麻友 犯规 裁判吹了 在他身上犯规 我的天哪 这边看到个人犯规累积上面 白晶六犯离场 我们记录台这边给出手势 天哪 所以现在被迫要换人 来吧 来吧 换人换人换人 阿姆陈拉 来 继续 没有暂停 继续 蓝队继续地发球 看看Keylor拿到犯规 还有一次 这是第五次 第六次 将至今罚球 比赛继续吧 来 现在6.3秒 继续发球 Keylor拿到 看看犯规 李红权对马勇犯规 两个 马勇第一阀没进 现在 加油 马勇 没关系 再来 白智 看看马勇第二阀 来吧 第二阀 EMAG 现在时间在跑 CJ在和时间赛跑 强投 时间到 恭喜野生博卫队 42比40 拿到第二个进入决赛的名额 好 恭喜 也要感谢袁梦队 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 谢谢两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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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球上有汗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球应该是 就是很好的机会一打一 然后 他球就从手里面滑出去了 首先很对不起郭教练 就是 我的失误 都是挺致命的失误 自责 我就是 全力以赴去想赢 我努力地带他们训练 努力地去想怎么能让他们打得更好 努力地去布置统一赏 布置战术 我就真的觉得就是 这都输了 那真的我真是很伤心 然后 我真的就是感觉很难受 很生气 就是说 输了 也没有谁谁的原因 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都尽力了 我也尽力了 虽然是节目 但是 谁 我从来不想当输的人 就是说不好受 那接下来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决赛轮的胜利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争夺的就是决赛轮的胜利了 两个队伍要面临的是24分的净分大赛 依然没有时间的上限 谁先拿到24分 谁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追梦队的教练组 其实信息是肯定有的 因为我们就是通过第一轮的 就前面的这个比赛 自己心里面来判断的话吧 迎面还是 我觉得还是有把握的 在这一次的赛制上面 我觉得对待他们真的是体力上特别大的一个考验 接下来两位要做的是在中线 两位面对面站 我先会说一些其他的口令 两位要根据我的口令来做动作 当我说篮球的时候 谁先抢到地上的篮球 谁就自动地成为进攻方 谁先进球 就是第一名了 对于这场比赛 我对自己是百分之百有信心的 要比赛肯定要分胜负 一胜负你就不想输 可能拼晕倒了 我也要拼下来 下蹲 下蹲 小碎步 左手摸右肩 右手摸右肩 摸耳朵 撩头发 帅得撩头发 篮球 篮球 红明浩 好强 进攻方是 红明浩 进攻方 红明浩开始进攻 这是一个非常消耗精力人体力的比赛 红明浩不断地试探 变向 欧豪犯规 他自己摔的 来 先推的 欧豪犯规 红明浩罚球 红明浩请罚球 如果罚不进的话 开始下一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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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欧豪 声波防守 成功防住 两位 第二轮准备 摸眉毛 摸眼睛 摸肩膀 跑碎步 摸躲膝盖 插腰 篮球 再次倒地试掌 变成摔跤比赛了 这一刻 两人付出了灵魂的拼搏 摔跤比赛了 这一刻 这样抢是抢不完地 欧豪拿到 开始进攻 欧豪顺势突破 转身 又把对方给怼倒了 但这次没游戏 是吧 天哪 你们两个好认真 太拼了 两位精力人 太拼了 对于篮球我是认真的 所以不管是面临任何的比赛 哪怕只能为球队 过去一点点小小的利益 我都会去争取 我都会拼尽我的所有 准备 小碎步可以先倒起来 很帅的撩头发 对对方眨眼 篮球 这够快 突破 突破 转身 狗 两人对抗非常的激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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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儿哥你要喊口令一次吗 我喊在那儿 我不可能算那么坏 那你好好喊一次 我们听听 你看一下他的笑容 接下来请听郭艾伦的口令 三 二 一 篮球 这够直接的 郭导的命令太直接了 比赛居住 恭喜郭艾伦莱获胜 两位都超棒 你知道 以来我 Krsna无所惊义的 乃兰 议议他在楼老 criminal 当足够的楼上面 他找紧乱的楼 Arch 自己带洋 夏青 夏青 我们也是 他的今天的曲胜的法宝 就是他的体能比我好 那几轮拼强 我就已经有点 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但还是不想放弃 因为毕竟还想争取一个 可以先选的机会 根据两位经理人比拼的结果 现在侯明昊经理人 你可以和马布里教练商议一下 在追梦队的十二人当中 谁是你们的第一选择 其实我有几个 觉得之前在我们球队 发挥的特别好的球员 然后这次也给马教练提过一些建议 但是的确因为上一场的失利 我们总结了组织后卫 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所以我选择听从马教练的 选择姜淮 好 不知道其他两队 要不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人选 我们选米了 杨童 我今天要亲自给大家做面 以表示我的诚意 因为上一次呢 我们其实在比赛的环节当中 有一些失误 运气上面也不太好 所以呢 我们的球队拿到了 垫底教练的称号 今天我决定 犒劳一下我们的新队员 请大家吃面 行 吃面 用这样一种真诚的方式 激励大家争取拿到冠军 甩的可以 甩的可以 来 煮面 货真价实的面来了 走 好 然后加菜 然后最后再浇点热油 好了 出锅了 欢迎 欢迎 老白 欢迎白宁 欢迎 CJ 谢谢 请进 里面请 请坐 陈哥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抱歉 抱歉 来 快坐 请进 谢谢 今天大家第一次组建这支队伍 我跟小包为大家接个风 然后也联络一下感情 做个团建 毕竟我们在接下来的赛制当中 要成为一个团体 那没了 油和面 这个油和面 是这个色色 然后还有一些小凉菜什么的 饮料什么的有什么想喝的吗 随便点 放心 小包结账我绝对特别踏实 我结账 那你就觉得接下来的比赛就享受就好了 放平心态 就输赢无所谓 别 别 今天下午的比赛也好好打 真不然真白痴了 肯定要好好打 CJ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用这个 炒菜 我之前学过来中国 我喜欢中国食物 但美国的中国食物 也不一样 对中国食物 那当然差太远了 昨天训练 是不是老郭也挺急的 能看得出来 确实太想赢了 你知道弄完垫底教练那天晚上 其实我俩心情都比较低落 他晚上还叫我呢 给我发微信说找我聊聊 我说你咋了 哎呀 心情有点低落呀 他也想认真真的 让球队打出一些 真是 不管是属于他的风格吧 还是说能够赢得比赛的这种方式吧 没事 我们今天内线有大王坐镇 我们谁也不怕 好 哎 其实我曾经想吧 没有进这个CBA也好 或者COBA也好的这些球员 全都组织起来 然后呢从里面真的是挑 我们有 或者是从野场上当中 就是挑 然后组织一个12人的球队 哪怕是作为陪练队 我们有啊 我们叫CBA发展不上去联盟 CBA发展不上去联盟 发展不上去 那我肯定是这个联盟的 队长 因为有很多时候他会有 比如说运气不太好了 然后呢伤病原因 或者说其他一些特别奇怪 哪怕是天气不好啊什么的 对吧 但是不见得说他后来的技术水平 什么会有问题 比如说腰疼啊什么这种 腰不好 掉头发什么新成果 咱们这就是灌篮吧 复仇者联盟组织一下 CBA发展不上去联盟 CBA发展不上去联盟 这个照顾部周啊 今天这个其实应该再给大家 多准备点什么凉菜之类的 没事 够了已经够了 走 咱们中午休息 那个下午休息 下午加油 下午加油 走走 来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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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CBA山东队 山东队曾获得CBA职业联赛亚军的最佳成绩 大家好我是山东队主教练龚小斌 我做教练十八年 这么多年的老大哥 来到了我们灌篮的主场 你小心一点 第一场外战我们失利了 希望今天能够重新的证明一下自己 好背左 这下欧洲部来打 王彦航自己突进来 抢起 篮下有小斋鱼陶寒林 再转移到左侧低脚位置 三分再重 我的天啊 不觉得落后五分吗 再往里掉这一下 传球有点不着边际 再给到切入了CJ BIG BLOCK 他防守真好 CJ 这一下 米兰要注意情绪 怎么打不了啊 没配合 觉得他们害怕不敢打 其实心里是有点醋的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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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了什么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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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芳 抢头一击 两分命中 曹芳 再重一个 曹芳 再重三分 曹芳 还能保持手感吗 再来一棒 曹芳 曹芳 76 第79 追平的一球至关重要 三 二 出手 出 出 三分球 扎心呐 习惯习惯就好了 我我是来吧 那就 防守吧 打凶 这个错误比较年轻 朱总热搜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朱总西南霸女手都油压紧 都这么拼了 这节目都录成这样了 是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 不然你节目录得没什么意思了 哈哈哈 欧气满满的班会 哦 nice 哇哈哈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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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劲儿太小了 撕点劲儿早 哎呀没时间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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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他 你太小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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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身体不错啊小伙子 刚刚你没有好果子 是爱的 我们打的追梦队凭什么 凭什么插他们上面啊 垫底较地 决的就什么 我说真的 这个事你不值得同情 那你现在能不能打 你告诉我 不太行 我每个人都有伤都挺累的 我把她的帮子都不好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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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试一下 小伙子 我要跑 你走来了 小伙子 好 小伙子 不停歇 感谢QQ浏览器和QQ看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 这就是灌篮 看更多精彩内容 上支付宝搜翻翻卡 赢取花贝全年奔还大奖 用中华万年恋APP 记录热血时光 留住拼搏印记 火鸡酒井低价出行体验 尽在智行APP 上手机天猫 下了耳楼喵一眼 得抓蛋专属优惠 感谢备胎科技 为本节目提供的独家比赛 受据支持服务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感谢手机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特别鸣谢微博体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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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